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阿比达摩居士论 现在讲戒指分离 十八戒当中也就是说能断缩短的差别 能断缩短的差别 它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十八戒当中 哪些是有时缩短 也是能断 有时缩短和有时能断的有多少 不能能断缩短的有多少 就是从这方面分析的 它这里说能断与缩短者即是外者四种戒 如是缩分与能成能少缩成所不同 他这里这个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他意思也就是说十八戒当中 那些是可以砍短的那些也是能砍短的 所砍短的 这样的法有多少个 然后那些能少 所少可以少的能少和所少都可以具足的有大些 那些能成所成的有哪些 应该从三个方面来提问也可以 从能断 所断主要分 然后其他一次没退 这样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能断以及所断的 十八戒当中也是能断的 也是所断的 中共是有四种戒 对 外之四种戒 意思就是说外面的色相位处 这四种戒也是能断 也是所断 这四法它是能断 所断 都可以说 然后同样的 所谓的所分 所分也是这四种戒 上面的色相处 身还没有算的 色和相位处吧 还能成的 所少 我们大家都知道像木材一样的 就是火可以烧的 这个叫做所烧 能成的话 我们过成的时候 以能成的它来衡量的 这样的话 中共上面讲的这四个戒 然后它这里颂词里面说能烧和所成的 能烧指的是火一样的 所成就是所成的东西一样的 那么这个是不是上面的四种法 是有点不同的说法 各所不同 从此上简单解释的话 可以这样说 下面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讲义的意义 给大家可以做一个介绍 若闻十八戒中如复杜般的能断的有哪些 如木材般的所断的有哪些 也就是它在整个十八戒当中的话 我们这个斧头的话 它可以能断 能看其他的这个木材等 然后这个木材的话 它是缩断 那么这样在十八戒当中 可以把它当作缩断的有哪些 然后可以把它当作能断的有哪些 就是这样提出这种问题 其实提出这种问题的这种讲法的话 我觉得就特别好 就是因为前面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下面就开始这个 与这个颂词里面去进行对它这个回答吧 下面就是回答的时候这样 如复杜般的能断与如木材般的所断 就是外界的色相位出四戒 它这里就是说能断 能断就是因为不管是色法也好 相也好 实际上它可以用它来断掉其他的法 就是用这个胃和处色都是它来断掉其他的法 因此它可以成为是能断 然后它自己的本身也是可以缩断 比如说我们这个色法的话 它可以也是像木材一般的可以断掉 然后相的话也可以断掉 它那个相也可以断掉 胃和处都可以断掉 而诸根则如光芒般清澈 那么根不能断掉 因为为什么呢 它就像是光一样的 它不能能断和缩断 它不能断 因此既不是能断也不是缩断 我们前面讲的五种根 五种根的话 它不是能断和缩断 它们有始终这样认为的 所谓的这些 就像我们那天说的 富马化或者是平行的增 这些全部是一种透明的光 就光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光一样的法 它就不能分开的不能断的 然后它断其他的这种能力和力量也是没有的 我们如果用石来衡量别的东西的时候也不算什么断的 这样的话它的根不能断的 有些可能在其他的根大家都容易知道吧 比如说鼻根它也不是能断缩断 二根也不是能断缩断可以说 但是这个肾根 身体的这种根的话 有些可能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只树断了以后 整个身体上面的根都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树有些还在动着 或者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在那个身体上面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肾根也可以断掉的 因为它的那个身体的树 就是刊断的时候 它的这个树还在动 这样的话是不是树上面还有一个根 就是这个根就是会不会断了呢 他们有始终的这个观点是这样的 这个身体的树就是断掉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个肾根就是没有断掉 为什么肾根没有断掉呢 因为肾根就是它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面 然后这个树在外面如果动的话 那么这个树上面就是说明有一个能变的这种风 能变的气或者是风还没有消失而已 实际上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断掉的那一部分上面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个肾根 就是没有这个肾根 就是有些人那个什么那个价值论师吧 就是价物质论师的他的这个讲义里面呢就是说 那么这个应该是可以有这个肾根吧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的这个鼻子这个断了 就是鼻子断了以后的话呢就是 就是这个然后把这个鼻子呢就是就就由开始这个拿过来 就是就由开始这个拿过来接在这个原来的那个鼻孔上的话呢 就是它还是同样有这个感受就是 然后那个实际论师呢就是在其他的这个主事里面就是说 这种这个说法呢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的呢 因为如果这个这个身体的这个 所断的那个身体上面真正有这个身处 就是真正有一些这个肾根的话呢 那么当它这个断掉的时候呢 就是它应该有这个处觉 就是应该有处觉 但正因为呢就是没有 后来那个你那个就是贴在那个 原来的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呢 有感受的时候呢 已经这个恢复了 就这时候呢跟那个原来的这个肾根呢 就是融入一体了就是说明了 就是这个肾根是没有这个断的 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这个承认就是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有些吧 比如说像那个蚯蚓啊 有些虫的话呢就是它这个身体呢就是断了 身体断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就是它这个两边都是这个有生命的 两边都是在这个动就是这样的话呢 可能它的身体还是会断了吧 就是切成了两边就是切成两边以后的话呢 就是两边都有那个感受 但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是不合理的 因为那个它的这个身体就是切成两边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按理来说的话是应该这个会死的 就是应该就是如果这个生命在哪一个身体上面的话呢 不存在生命的那个身体呢就是会那个死的就是 如果它就是没有死的话呢 那天我们讲在前世精神论的时候也讲了吧 就是原来的这个身体呢 并不是一个众生就是变成两个字个生命呢 并不是两就是一个众生原来是一个蚯蚓吧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呢就是听说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 比如说以前那个有些人挖地的时候呢 就是把那个蚯蚓就是中间就是就是就割了吧 就是割断了割断了以后的话呢 就是后来就是他们把分别呢就是压在那个土里面 就是压在土里面再过几天的时候呢 两个都是这个活着的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原来是一个众生呢 现在都是变成两个众生就是是不是这样呢 那如果是这变成这个两个众生 或者是原来的这个身体上面的这个处决呢 就是有变成两个众生的这个身处的话呢 有两个这个身根了有两个这个缩断了 但这种说法呢就是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呢就是可以这样承认的 他的这个身体切成两片的时候呢 就是按理来说的话呢应该这个死的 但是另一个这个身体呢就是没有死的话呢 说明这个我们那天讲前世精神论的时候也是已经有了吧 就是中一身呢就是不可思议的 就像是这个空中的微尘一样就是非常多的 这个时候呢刚刚那个 他那个蚯蚓就是死的时候就是 他原来的那个身体呢就是没有动摇的时候呢 另一个众生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进入到他的这个身体当中 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的这个一个众生呢 并不是这个就是变成两个众生就是不可能变成两个 因为这个众生呢就是只有一次的这个生命 不可能这个生命呢就是分成两个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原来的这个身体当中呢 就像那天我们就是讲这个幻昏蛇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一些 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堕蛇的时候呢就是 也是这个原来的这个身体刚刚色气的时候呢 就像另一个众生呢就是可以进入到他的这个身体当中 这种现象呢就是经常这个有发生的 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中而言之那个众生呢就是他们承认这个身体呢就是 这个包括这个身根在内吧就是所有的这种这个优色的这个五根 优色的五根的话呢它不是既不是缩短也不是这个能短 就是这是那个他们呢就是也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就是这样这个说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是这个比较这个合理的 就是这是这个比较合理的 因此他们呢就是有些呢就是他这里这个宗派这个所致的有些这个说法也有 就是有些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再三的这个讲了 就是大家呢就是应该这个不对不承认的就是 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承认的就是 他这里说这个图蛇的这种这个这个透明的这个 这个主根啊就是主根的话呢就是他既不是这个能短也不是这个缩短 所以我们的这个是有始终的有始终这样说的就是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到底这个色根可不可以断掉呢就是 但他们认为是不能断就不能断就不能断吧 因为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教证来这个衡量的 到底这个比根呢就是有没有就是什么样的这个 真正是像那个大臣所说的是一个这个形式的一种种子习气呢 还是是这个按由始终所说的是真正的一个色法透明的东西在里面就是 这个呢就是根据只有这个教证来这个推测 但是有始终的话呢就是他始终是认为是他是一种这个色法就是 在这个主根呢就是已经这样这个具足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色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 他们说是一种这个色法但是呢不能断掉的 就像是五表色一样的是一种色法 但是中间用刀子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来切的话呢 就是根本没办法这个切的就是非常透明的一个东西 就像是光一样的就是光一样的话呢就是那就光可不可以切呢 有时候光还是可以切一样 这样的就是这是那个他们的这个说法吧 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承认 下面呢就是说那个他这里这个说刚才就是前面有四种法呢 就是也是能断也是这个缩断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那个主根主根呢就是不是这个缩断也不是这个能断 所谓的断就是就是那个切断就是有为法的一种相续 他原来的这个有为法的相续呢中间就断了 或者呢就是中间就真正的一些色法呢就是切开呢 就是他这个他呢就是这个中断的意思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主根相续无有这个断开就是因为前面所讲的严根党就是这些无根的相续的话呢 他们认为是这是这个没有这个就是断掉的就是这是没有这个可断的 然后声音呢就是也无有这个相续就是这是有种特殊的一种这个观点 比如说像这个声音就是其他的这个相啊味啊粗啊 就这些都是他有他的这种一种这个相续 然后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这是我们这个下面还是要讲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发音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发音的位置里面呢 就是也可以说身体里面呢就是发出这种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这个声音的因呢就是全部是这个人的死打的这种身体产生 然后这个声音他自己呢就是就是声音的这种这个前面的这个刹那呢 又产生这个后面的刹那就是再产生这个后面的刹那 就这样的这种这个做法呢就是是没有的 就这样的这种过程呢就是根本是没有的就是色法呢 就是声音呢就是跟其他的这个相维处就完全不相同的就是 因此这个也是他们这个这样承认的 这个呢下面我们这个声音有没有这个相续方面的一些辩论啊 就这些方面就是下面还有这个论述的 总而言之呢就是知识蒙芬仁波切子 知诸如门当中也是这样子讲的这个 这个身体身影呢就是是没有这个相续 我们有些人的是在外面就是发现这个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好像很长时间就是来到这里就是他他有一种这个声音的这个相续 我听到耳边的时候呢就是中间有一种这个过程 就是这个时候应该这个声音有相续吧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种这个卸念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续就是 但这个呢就是下面都是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明吧 就是这个到时候再讲 因此呢他这里说这个声音呢就是没有相续就是声音没有相续 这样的话刚才前面这个无根和还有这个相维处 也就是说是包括声音在内就是无尽已经讲完了就是 就是这样这个无根无尽呢就是有没有这个相续的 有没有什么就是能断缩断的就是这个分析呢已经讲了 然后这个八种无碍戒也无有这个身体就是他这里这个无碍戒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关性事方面的就是七星戒和七星戒加上呢就是这个法戒 就是七星戒加上这个法戒呢就是叫这个八种无碍戒 那么八种无碍戒呢就是他这里这个没有这个身体也就不存在这个聚合了 因而他们这个能断缩断二载都是不舍就是他只有不可能存在的他这里能断缩断的话呢有几个微称这个聚合 然后可不可以断开啊就是从这方面来分析的 因此因为八种无碍戒呢就是他全部是这个信和信索 全部信和信索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断掉 信和信索以外的还有比如说这个无表色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无为法啊 但这些呢就是有时能不能这个断开呢就是这个可能没有这个说的吧 不过小乘宗的话呢就是还是空戒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断开一点也是可以的 但他们可能认为是空戒和空呢就是不是这个相同的啊 那天我都可能没有这个详细说吧就是他们把这个空戒和空呢 就是已经用啊这个五个方面来这个分析吧就是有些是有为法有路法 还有那个啊他就可以这个当作啊可以这个产生厌世啊当就是啊 这个前面都是已经这个讲过所以呢啊他这里这个八种无碍戒呢就是也不是这个能断缩短 就是七星舍和那个法戒就是中共有八种无碍戒呢 他是不存在这个未曾的这种聚合因此呢这两者都不舍 只是我们前面就能断与缩短即是歪至四种戒啊就是这个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他这里能断缩短呢就是其实歪至这个四种戒 然后呢这个声音呢就是也不是这个缩短根呢就是他这个间接呢已经说明了就是 其他的这个就是除了这个四种戒以外的就还有其他的十四种戒吧 其他的十四种戒呢就是颂词里面是直接没有说 但实际上呢就是间接的已经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十四种戒的这个分析呢 就是已经这个宣说了就是颂词当中是没有这个说的 然后那个那么那么这个这个能少缩少的或者是能常说成的有那些 如同外境皆是能断缩短而则一样就是前面这个相位处就是这四个呢就是也是能断就是即是这个缩短又是能断就是 同样的就是被火烧就是能用成成量的也是实测四绝就是那么这个火就是可以烧的呢就是色相位处就是对那个色相位处就是这四个的火可以烧吧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一块这个糖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么糖的这个它的颜色也可以烧就是它的香呢就是也烧光了等一会就没有了味道也没有就是出去的话呢就是等一会变成灰尘的时候都没有的就是火呢就是烧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香味处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烧 然后用这个橙来就是衡量用这个过橙的话呢就是也可以量就是那么这个说法呢就是他们有时总是有些不太这个承认的他的那个 那个色法呢就是可以的因为色法里面就是轻重呢就是包括在一个他的这个过大众当中吧就是过出就是也就是说是所处里面就是 所处里面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轻重就是所以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色他的这个色呢就是应该是可以这个过程就是可以衡量的但是他的香啊味啊这些这个过程的话呢就是按理来说是不是这个很合理的但是他们有时有时总的有些宗派呢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这四种 四种什么什么这个世界吧就是这四种的话呢就是他火也可以是个烧的然后呢就是过程的时候呢就是他们都是这个能称吧就是不是这个所称就是 所以就是颂词里面说是这个对能称就是火的这个所少就是所少呢就是可以的然后这个能称的话呢就是应该用这个就是那个色就是可以以这个塔来就是这个很称吧就是 然后这个能称就是这个能称就是这个能称就是这个能称和那个所少就是两个呢就是这四个截度是实的 然后对于这个能称和所称方面就是对这个能称的话呢就是指的是火吧 然后这个所称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所要这个衡量的这个对境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 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说法不同就是他颂词里面也是讲的就是他那个所少和能称方面呢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就是跟前面的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所少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能称呢就是这个关系呢就是应该是知道吧 能称呢就是过称的时候就是这个叫做能称 所称呢就是这个什么买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所称就是 然后这个能称所称的话呢能称呢就是火就是所称呢就是指的是木材就是 所以呢就是能称呢就是我这个吃者就是忍就是然后所称呢就是这个饭就是这个肯定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这里这个上面就是这四种戒吧就是四种戒的话呢就是所少和就是还有那个能称方面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跟前面的观点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能称和所称方面的话呢就是说法是不同的就是怎么说法不同呢 他这里说这个有人说这个能称呢就是唯一的火就是唯一的这个火就是用火来就是可以燒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像围处啊 就这些都是可以这个草就是就是用这个火打就是他那个四大里面的话呢就是用火打就是火打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舍里面包括吧就是应该那个 不是舍里面 粗里面就是就是 粗里面的这个粗里面就是有这个锅粗和粹粗吧粗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四大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是包括在这个粗里面就是能燒呢就是唯一的火 然后说称就是唯一的重量 重量也是包括在出觉里面 因为过出里面有轻重 重量指的是轻重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这样的话能少业 说称 二在全部是说出 这种说法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还有一些人说法都有点不同 他们怎么说的呢 并不是唯一的说出 而是外四戒 外四戒他们认为外四戒也是能少 还有说出也是外四戒 但是这样说的话有点不好说了 因为他真正与前面出觉的这种概念有点香味 我们一块糖盛的时候 盛的时候它的重量应该是说出里面包括的 但是它的胃啊 色啊 香啊 这些都是用称来代表的话 那么这不是这个 有些是用色头的色梗的对境 有些就是用眼梗的对境 有些用鼻梗的对境 所以全部混为一体的话 这种说法应该不是很合理的 因此蛮增论师他也是说在实情论师的自身里面 这个也没有做任何破例的 但实际上他认为所谓的所处 刚才前面能少和所称承认为是所处 所处这种观点的话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这样说也比较合理的 但还有一种这个想法的话呢 比如说他那个能少呢 就是祸吧 能少祸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这样这个想 其实在祸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 就是色啊 香啊 味啊 因为那个色香味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说那个用八种这个微层这个具足的 就是我们这个预计当中呢 就是所有的色法呢 就是都是有这个八种微层的 所以在祸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只不过是不明显而已 就是应该是具有这个 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少的话呢 就是从表面上看来这个祸大 但实际上的话呢 这个祸大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就是应该有这个色和香和味 这样的话呢 就是能少 能少的话呢 就是也实际上是那个香味色 这种这个说法呢 就是也不是很香味的 就是有时候看来呢 就是我们这个也可以这样这个想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一个祸呢 就是烧了这块这个木板 就是烧了这块木板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祸的这个群体当中 祸的这种元素当中的话呢 还是这个存在着一些香味就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 于这个祸起作用的时候就是 祸成了能少的话呢 那么就是实际上是 其他的这个香啊 味啊 就是这些也是成了一种这个能少就是 所以这个分析都是 在其他的这个能讲义当中都是没有看见 但是呢 还是如果这样说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能少是这个祸就是 能少呢就不仅仅是祸就是能少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吧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世界的话呢 这个呢也不是很这个香味的就是如果详细这样分析的话呢 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但这个呢 你们自己也是可以下来过后就是慢慢分析一下就可以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稍微有点难懂 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应该这个 就是好好地再这个想一想 不然的话呢就是它下面的这个能短缩短的分析 后面呢就是能少和能少说成就是这个分析的话呢 就是每一个元素上面做这样分析的时候呢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这是一个观点 然后下面呢就是就是那个分析这个三僧 就是三僧就是他那个就是哪些这个十八戒当中呢 哪些是这个就是他这里这个残僧的话呢 就是有三种这个残僧 就一个叫做异素生还叫做张扬僧和灯牛生就是有这个三种生 那么就十八戒当中是哪些是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异素生 哪些是这个异素生什么这个张扬僧 哪些呢就是灯牛生就是是这样这个说的 所以这个前面的话呢就是我给大家还是这个讲一下 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异素生什么叫做张扬僧 什么叫做这个灯牛生吧就是这个概念呢就是大家应该动到 如果没有动到的话呢就是恐怕有点那个就分不清楚了 什么叫做这个异素生的话呢 异素生呢我们这个一般精神当中的这个任何因缘都就不不惯的 就是他是这个前世的呃这个一种因缘而这个产生的 比如说前世这个造的这个三业或者是恶业呢就是 就是生起来就是我我这个今天的吃身体吧 我今天的这个身体的话呢啊这是我这个人的一个身体 那么人的一个身体的话呢我前世是造了这个三业就是 然后呢就是精神当中呢就是变成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现在我就是一下子要改变的话呢就是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不管是你的身体是好看的也好不好看的也好 这个是前世的这个三业和恶业有关系的就是 然后现在呢就是你要像那个改变的话呢本质上改变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什么叫做异素生呢我们经常是异素果报现前的就是异素果报的话呢 他异素的因呢就是只有两种就是三业和恶业就是这个下面我们讲这个四果 什么这个因缘的时候都还讲这个异素的话呢就是或者是那个三的异素或者呢恶的异素 除了这个三和恶业以外呢就是无极的异素是没有的就是这个 他的这个因呢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的这个过的话呢就是一定是无极的就是不可能有三和恶 比如说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话呢我现在这个身体的因呢就是或者是三业或者是恶业就是就是变成了这个身体 然后现在身体他自己的本身的状态的话呢就是应该就处于一种这个无极当中就是 他的本体呢就是不可能是这个三和恶就是这个下面我们还在那个讲 这样的话呢什么叫做这个异素呢就是不关在这个今世的这些因缘就是他前面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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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和恶而参生的这种过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异素生就是这是一个 然后这个一个叫做这个张扬生就是张扬生的话呢他不关在这个前世的这种这个因 那么即生当中呢就是通过这个通过这个比如说饮食啊或者是这个睡眠啊餐地呢 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啊就是父母啊当当就是当当就是又通过这个现在的一些加工就是 然后呢让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开始这个啊就是有点这个比如说这个吃云烟药啊或者是现在的很多人呢他就不承认前世的异素因吧 只承认这个现在的这个张扬生就是啊整天都是为这个身体这个打扮啊为身体呢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啊做各种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这个人工素素啊 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张扬生里面包困的但这个呢有时候还是这个起一点点这个作用 他们有时候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是那个啊啊什么那个异素身的话呢就是在比如说对我们这个身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异素身呢就是他最这个起重要的这个作用 他在这个里面就是然后张扬生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外面就是在这个周围呢就是起一点作用 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的里面的这个最中心的力量呢就是这个异素身就是 然后这个外面这个皮肤外面的话呢就是啊比如说这个你睡得特别特别好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身体就开始胖起来了就是 然后这个胖起来了还那个戒律里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和那个睡眠和身体的重量呢就是有这个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两个都是这个有愚痴性的关系就是 因为特别喜欢睡的话呢就是还是特别就是会这个胖的就是特别胖的话呢就是会喜欢这个睡的就是他们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就是也这种这个说法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又是从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异素身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身体的我们这个作为肉身的话呢就是在里面就是最根本的作用 然后这个张扬生的话呢就是在外面就是起一些这个睡眠呢就是对这个外在的这个作用就是这个就是叫做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张扬生就是 然后那个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一般来说这个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生存啊现在的这个身体的话呢我们这个不像是这个外道就是 如果外道的话呢就是有些外道呢认为是这个一切都是前世的这个世间这个造物者就是他这个所造的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佛教徒呢就是并不是这样承认的也不是说是这个什么都是现在这个偶然产生的就是这种观点也是不承认的 然后什么都是前世的这个业力这个现前的就是这种说法呢也是是不承认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身病啊这些的话呢有些病呢是这个确实是前世的这个异素啊异素的这个过就是 现在这种异素的过呢你马上吃药啊马上大增啊或者是依靠这个年纪呢不一定就是能改变这种 因为他异素过的话呢就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因缘就是你想得到也是这样的不想得到也是这样的就是所谓异素过他有一种这个他的特点就是你不管是怎么 我们有些人呢就是特别就是难堪的话呢哎认为是哎我一定要想好看你怎么样想的话你愿意也是这样的 不愿意也是这样的这是异素过报这个现前的 但是有些这个这个张扬神的话呢那么即生当中呢就是他还是有可以改变的这种这个 就是我们世间人们经常所讲的这个改变名语吧就是 那么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也是从这个张扬神的角度来可以这样说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产生呢就是叫做是这个灯牛神就是那么灯牛神的话呢就是下面就是还要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通论因和边形因当中的时候也会讲的就是意思呢就是前刹那呢就是产生后刹那就是凡是这个通 通通一个就是除了什么那个加薪到这个最后的什么这个获得了就是就是就是监到的这个刹那的信以外呢就是其他都是这个一切优位法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可以可以承认是这个灯牛神就是他这里的这个灯牛神我们这个就是在四国里面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同性灯牛国和甘树灯牛国这个呢有一点点这个差别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这个法呢就是不断的这个产生吧就是比如说就是一个法呢就是他就有 产生就是他的这个本体就是这种叫做是这个灯牛神就是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三种产生当中呢就是十八节当中哪些是在三生都具足哪些呢就是只有一生就具足哪些呢就是通过两生这个具足就是所以用这方面来这个分析就是这个呢大家应该大概就是理解一下就还是有必要的下面呢就是说那个就这些三生还是大家应该这个介绍一下就一属生与张扬神即是内在之 就是五根啊就是五根啊就是他们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一属生和张扬神已经讲了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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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在的五根就是也就是内在的五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燕尔彼斯就是五根吧就是那么这个五根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也是是一属生的也是是这个张扬神的就是因为眼睛好不好或者是这个呃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眼根啊必根二根啊就这些根的话呢就是全部是对这个前世呢就是也有这个关系的就是前世造了三业的话呢即生当中成熟人的这个这个眼睛 如果那个前世造了这个恶业的话呢就即生当中变成恶鬼的这个眼根就是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眼根必根呢就是也是这个一属生就是还有呢就是也是这个张扬神就是张扬神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服眼妖啊或者戴眼睛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应该这个对眼睛有点这个好处就是什么都是前世的业障啊我不管不保护自己的眼睛这种这个说法呢也是是没有的眼根都可以有保护的方法不知道必根保护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带那个带什么啊就是 二根呢就是冬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这个保护的方法啊但是这个色根的话呢就是色度上面也是是沾一点这个铁啊什么就这样的话是能去保护的作用吧啊就是看来就张扬这个张扬神的话实际上呢就是那个啊就是这这个这个五根和五根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张扬神也是一属神就是这两种这个产生呢就是可以可以就是这样这个承认的然后呢其实这个呢就是灯牛神也是有时有 就是灯牛神也是这个五根当中是应该有比如说二根的话呢就是他那个第一第一刹那的二根第二刹那的二根就是他不断的这种产生呢就实际上是称为是这个二就是二根的灯牛神但是在这里面颂词里面为什么没有案例呢不案例的原因呢实际上是啊就是他那个啊这种这个刹那呢就是这种刹那刹那的产生的话呢实际上或者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一宿神当中或者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张扬神当中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他单独没有案例的原因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呢跟下面的有些这个张扬神就是什么灯牛神呢就是应该是个相同的但是呢他不按理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下面就是什么什么这个十八节当中的话呢就是张扬神的有多少个就是已经讲了 就是张扬神和一属神就是具足为这个五根呢就是这个张扬神和一属神 下面说那个神则非为一属神就是那么这个神音呢就是不是这个一属神啊就是神音呢就是对这个前世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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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业和恶业的这些这些是没有的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有些这个住宿当中呢也有这种这个这个就是意问吧就是以前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这个 这个丧灯吧就是丧灯的话呢就是他这个声音特别特别好后来呢就是人们都问就是为什么是他的这个声音都是这么这个好听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来释迦牟尼佛说他呢就是在那个加耶佛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佛塔上面就是就是就是 他就贴了那个就是很好听的这个这个铃子吧就是很好听的小铃子就这样以后呢就是以这个一属果报呢就是即生当中就是他的这个声音就是非常好听 那么这个那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个声音也是有这个一属神的就是声音也是不是有一属神呢就是 就是居士论自宗呢就是也可以这样回答的就是实际上是这种声音呢就是不是一属神 那么为什么如果不是一属神的话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佛经里面已经送了他以前的我们这个白夜经和游戏经当中也是有吧就是即生当中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听呢以前是那个对这个诸佛菩萨明前就是供养这个妙印呢 上师如意宝也是有时候这样讲吧你们这个尤其是你总好好的念破现新元品即生当中你这个好好的这个声音来供养的话呢来时一定会是那个变成这个声音很好的然后发现现也是我这个以前呢就是没有这个好好的就给神总 上面前什么这个就是以唱颂公言所以身体很不好听啊等等就是也有这种说法那么这些是不是这个有一属神呢就是居士论的有些这个诸书里面呢就是可以这样这个回答的 他说呢就是这个声音呢就是不是这个一属神但是这个声音的来源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喉咙吧就是喉咙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他是这个一属神啊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呢就是是一属神吧人的身体一属神的话呢首先这个以前比如说我这个造的这个三叶的话呢 我造这个对这个佛塔呢就是什么这个供养啊赞他呢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即生当中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线呢就是以这个一属的一属的业呢就是善业的话呢它就成熟我的这个身体就是成熟我的身体以后呢然后就是我有这个很好的这个喉咙的话呢就是喉咙里面发出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很好的但是它呢不是直接中间还有一种这个 这还有什么就是用一种刚才这个善恶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是这个一属神身体一属神以后呢在身体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才算是那个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一属神呢就是它那个善恶呢就是直接这个参生就像是我们有些这个铁匠吧就是铁匠的话呢就是它那个就是做一个乐器做一个乐器的时候呢就是它并不是这个发出那个声音的就是它那个做的乐器就是特别特别好的话呢 第二次的时候呢就是人如果应用它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做的乐器很好就是在乐器里面发出的这个声音呢不是这个铁匠做的中间呢就是它专门做这个乐器做这个乐器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呢才算是很好的因此这个声音为什么不是一属神呢就不是一属神的原因呢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它的这个儒神是一属神然后呢就是儒神里面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呢就是是应该这个很好听的但这个呢所以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是这个间接而言的就是间接而言这个一属而说的 一属神呢就是这个一属神呢就是声音是没有的因此在这里呢就是说是这个声音呢就是没有一属神啊就是这个大家应该记住声音就是没有这个一属神这个神非为一属神就是等流神于一属神即是八种无碍法就是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哪些是这个等流神和这个一属神吧就是等流神和一属神呢就是实际上是有这个 八种无碍法就是七行结和还有这个法界吧就是那么八种无碍法呢就是实际上即是等流神也是这个一属神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这种这个心啊就是他的这个五种事他的七种事吧他的七种事呢实际上是以前这个造善业就是即生当中这个所成熟的 然后地独里面的这个他的这个事的话呢实际上是造恶业而成熟的那么我们这个书啊就是心云里面的一些这个信索呢也是同样的就是 所以这个八种无碍法呢就是全部是有是这个一属神等流神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他这个就前前后后都是那个用这个就是刹那不间断而这个产生的 其余有这个三种啊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五根就是然后这个声音还有呢就是讲了这个五种这个外法 其中不是八种无碍法然后只剩下来四相畏处就是对那个四相畏处吧就是那么这个相畏处的话呢就是也有这个一属神的也有一些这个张扬身的还有呢就是是等流神的就是这三种参生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就是我们这个五根吧就是也五根的这个他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色啊相啊畏处啊就是全部都是也具有这个张扬身和 还有这个这个一属神的还有这个一属神的然后这个人的这个相续不色素的外面的一些这个色相外处的话呢就是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张扬身也没有这个一属神 但是他呢就是应该是这个等流神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这个前面的刹那呢就是作为后面的这个刹那的因就是就是 因此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其他总共有四种吧就是 这些呢就是也有等流神和这个这个一属神 还有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张扬身也是应该具足的就是 下面我们把那个讲译讲译读一遍吧 就是若文十八戒当中哪些是一属神哪些是不是这个一属神呢 一属神与张扬身都是言当这个内无戒就是内无戒 原因是善去或者恶去之根依靠善和不善有罗法而产生的就是这个这个 一属神的话呢一定要这个或者是有罗法或者是无罗法的因而产生的 就是不是就是什么不善业和不善业的这个这个这个有罗法而产生的 依靠张扬的印 张扬的印是什么呢就是印尸啊就是或者是涂抹或者是这个睡眠以及等刺就是 这是孟仁波切也是讲是这个身体那个张扬的这个四种印吧就是 我们这个身体像这个长得好一点啊或者是外面就看起来就像有时总讲的一样 里面是这个艺术神就是反正改变不了就是大的方面改变不了就是 然后外面呢就是偷偷一些这个掩饰啊就是然后就是多睡一点呢 然后多吃一点呢现在的一些大官员都是就是 因为这个他的肚皮就是肚子都特别特别大就是这就是这个张扬身就是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张扬身吧就是张扬身就是睡眠也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蹬尺吧就是有些这个修行人修得蹬尺很好的话呢 他的这个脸色啊气色啊对身体啊就这些都是很有好处的就是 这个呢也实际上是这个张扬 但是这些呢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并不是全部都是精神的这种因 也并不是全部都是这个来世的这个前世的这个因 应该呢就是互相这个结合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做什么这个善业恶业的话呢 也有一种医术的关系就是有些医术方面的问题的话呢 现在以前那个什么医头医头这个医师所造的这个什么医学里面都是有的就是 人的这个病的话呢就是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前世的这个业的这种病 有一部分的话呢即生当中的有些自己的饮食不调啊等等就是这样的病 因此呢我们有些人认为呢就是念一点劲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话呢 他就根本不知道这个医术的因就是啊认为是好像这个三宝加持马上要就是有效就是没有这个效 就是说明这个三宝的加持不灵就是马上就是对他这个生诽谤就是 那么有些人呢就只管这个近世的就是不管这个医术的话这样也不好的就是 所以这些这个因果的道理呢下面我们讲这个第四品的时候也要讲 但是在这里呢还是牵涉到尽仅是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 也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因缘和问题啊 然后他这里说圣界呢就是不是医术圣 为什么不是医味圣呢 因为医术呢就是不相应发生种终断以后就是在这个继续可以产生的 并且只是想一想也是不能这个产生的 就如果医术圣的话呢你想一想啊或者是中间终断以后就是不能这个产生 就是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想一想的话呢就可以发出来 我想唱一个歌的话呢马上到那里去就是唱一个歌 哎呀我的身体声音很好啊 就有些人的可能就是特别喜欢唱歌的人 到时候就是在那里到那个时候呢就是想唱的不得了 就是哎呀我太没有福报了应该去上一上唱歌啊 我的声音是多么多么的好啊 如果我的声音很好的话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到那边去这个唱歌吧 我们有些这个修行人呢自己的一些这个身份啊 很多这个方面呢就是不一定这个方便的 就是因此大家还是这个唱歌跳舞啊 就是这些都是你这个现在呢就是应该是能去 就是不要变成这个索取 索取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就各方面也不一定方便 就是所以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一恰恰相反就是自己想唱的时候 想说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发得出来 但是我们这个异数神呢不是这样的 就是他就如果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你想这个变成好的话呢 就是以前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牦牛的身体你马上要想变成一个其他的身体 你怎么想也是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事情 就是这说明呢是这个异数神 因此我们有时候呢还是那个就是对居士论呢 就是对这个现在的这个因果啊 然后这个心事啊前世后世啊很多方面就是 他从这个因缘的角度来分析的非常这个细致 我们这里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可能就是上过学校 一些人是不一定上过学校 但是上过学校以后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教育方式 然后呢就是前世后世不存在 人的这种这个什么这个身体啊 这些方面的有些这个研究跟这个这里面是 也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这个地方 因此呢有些是我们这个前世后世成人啊 也因果的存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是俱士论学的话呢 还是这个很有必要的就是 很多人认为好像佛教呢就是 研究我们的这个万世万物呢 就是并不是很这个图色的 就只讲一个薄弱空性就是 其他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心形色色的这些玩法呢 好像这个研究的不是那么很这个究竟 就是有这样的学法 其实俱士论真正要通道的话呢 它就已经牵涉到很多这个生物学啊 心灵学啊 还有一些这个世间的一般的一些常识就是 就是这方面有这个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学问 它这里下面就是这样讲 因为体力墙 就是所以就是身影呢就是 有障眼神和等流神 没有这个艺术神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体力增强身影也是会这个相量就是高养 并且也就是并且也有这个有标色居然变形这个影产生的 就是这个是为什么等流神呢 等流神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标色啊 就这些呢就是它还是具有这个变形影 变形影的话呢就是下面我们还讲就是实际上这个变形影的话呢就是它那个也是这个同类这个产生的 这个等流神吧就是所以众生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全部是这个同类而生的 因此呢就可以这样这个说吧 等流神与一殊生事 无碍七心结与法界八种 那么等流也是等流神也是这个一殊生的呢有这个七种这个心结 它们是有同类因与偏心因以及一肃因产生的缘故 这八种结无有这个障样就是它就是没有这个障样 比如说这个心事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障样 那么有些人想哎这个可能心也有障样吧 就是我吃得好一点的心情就是好一点 然后呢就是心就是比较这个聪明一样 但这个呢就是不是直接起作用的 你这个心呢就是好一点就是不是那个身体 对这个什么睡得好一点呢或者是吃得好一点呢 说明对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变化就是 这个时候这个心呢就是依靠这个身体 那天我们不是讲了吧就是身体呢就是心的这个所依就是 然后这个所依起到一定这个损害的时候 或者利益的时候呢就是能力呢就是也起到相应的一些作用 就是这个呢就是并不是直接呢你吃得好一点就是 然后马上呢就是这个心有障样生就是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不存在这个 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它这里所谓的这个障样呢就是应该在微臣上面 它的一些微臣上面来这个安理的 所以这个心呢就是不可能存在它有几句微臣的这种概念 因为他们不存在几句也没有这个色法的这种障样 生意的相为处皆 就是相为处皆 一殊身等三身都是有的 凡是与障样身群体中存在的都是这个障样身 就是它那个身体障样身群体当中这个相为处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障样身 然后凡是异熟身群体当中所存在的这个全部是这个异熟身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所有的相为处的话呢都是有的 然后凡是不为相续所舍的都是 就像外面的这个师徒啊 这些的话呢就是不是众生的相续舍所 因此它就没有这个障样身 当牛身 不是当牛身吧 那个异熟身的这种概念和说法是不存在的 因此它只是当牛身 不存在其他的两种身 今天就是这样到这里了 不存在内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样子 就是右边我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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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